馮允謙最近推出了新EP 一天去到電台宣傳 他說很開心唱片反應不錯 有一次入唱片店 就遇到買他唱片的粉絲 他就立刻幫粉絲在唱片上簽名 接下來聖誕節 Jay也會有另一件令他開心的事發生 因為25日會有一個簽唱會 會跟他們一起慶祝 感覺到我的粉絲 或者其他的歌迷會出席 所以我很開心可以25日聖誕節 跟他們一起慶祝 會不會獨立聖誕節? 也獨立的 但是幸好工作 我發覺一忙起的時候 幸好有一群很好的很疼愛的同事 一起陪伴我過了聖誕節 媽媽、爸爸也在 所以我是保持著一個很忙 還有盡量一個開心的狀態 問到同女友Crystal長期分隔二地 會不會擔心感情難以為是 Jay就說對自己同女友都充滿信心 我覺得是做得到的 因為爸爸爸爸是一個例子 因為他們兩個都好像是 三十多年分開地住 但是因為爸爸要在內地工作 所以就是這樣 但是他們的感情也好 所以我是有信心的 Jay透露現在和女友每日以視像聯絡 就算有時差難遷就 他們都會談至少五分鐘 被問到今年工作特別忙 會不會都想放假 Jay就希望越忙越好 更好珍惜所有工作機會 前天做的訪問 有個記者見到我時 他就說 好像你最近很忙 但你的樣子好像很精神 我發覺其實是 有些人說 人一不工作的時候 開始懶 整個心情 或者人經常很累 但現在反而我多工作 我不知為何 感覺到人睡覺 睡得好些 又會變得精神了 而且會很專注工作 所以我是不想停 我希望繼續 未來2020年 更加多工作機會 過分为你們的工作 會不會都會 有需要 是 有 有 有